孙杨示意 现场安静下来 在等待发令 比赛开始 男子400米自由泳的比赛 孙杨是在四道 他身边的是秋野弓箭 秋野弓箭出发压得不错 压枪是所有选手当中 第二块的0.63秒 当然了 对于越长的项目来说 这个出发转身 他所占的比重是越小的 因为他的途中游是越多的 其实孙杨呢 他在自己这种 81500最鼎盛的时期 他一直以来 就是以途中游和后程加速建场 相对来说 转身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因为孙杨他的个子比较高 所以每次进入转身 包括整个滚翻动作呢 都会稍微显得慢了一点点 另外呢 自从孙杨他开始 逐渐的肩下200 400 尤其是200之后 这方面的技术是已经非常好了 现在在第一个100米之后 江源骑士是暂时排在第一位的 江源骑士也是一个短距离次游泳 还是很不错的一位选手 所以他的前程呢 会冲得比较快 当然孙杨游的还是相当的轻松 我们刚才看到孙杨 他是做了一个一次呼吸 主要是观察一下 自己身旁的秋野工具 和稍微远一点的江源骑士 他的一个身体的位置 其实整个游泳这个项目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技术 就归根到底为两个目的 所有的游泳技术 都是为了减少阻力 和增加推进力 而发展和存在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以前听到这个快速泳移 快速泳移之所以被禁用了 就是它通过了高科技的手段 去帮助人们不合理的 过多的减少了水中的阻力 孙杨在这100之后 已经开始加速了 在200米之后 孙杨超过了江源骑士 现在是排在第一位 江源骑士第二 李浩俊是排在第三 现在孙杨正在向世界记录 发起挑战 从身体的位置来看 应该是手指尖前面一点点 就是世界记录 孙杨在第四个和第五个五十米的时候 是稍微增加了自己的一个滑水的时效 和滑水的频率 并没有过多的打腿 要知道打腿呢 是比较快 而且是比较重的增加了心肺的负荷 一个优秀的中长距离选手 他是可以在保证滑水时效 比如说一次滑水 大概是两米甚至更长的 这样的一个距离当中 来增加自己的一个滑水的频率 孙杨已经在逐渐的加速了 打腿的速度也比刚才稍微快了一点 但还没有到最后一个时间 现在300米之后 孙杨已经领先的比较多了 2分48秒33 这个成绩是领先于第二名江源骑士 和第三名李浩俊 现在季星杰是暂时排在第六位 孙杨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 即将进入到最后的一个转身 孙杨的打腿速度稍微加起来了一些 已经领先的比较多了 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孙杨应该算是赢得毫无悬念 看看最后的50米 孙杨会用一个自己百分之多少的力量 去完成最后的冲刺 以及领先第二名两秒半都要多一些了 孙杨进入到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 起腿了 孙杨加速非常的明显 这就是孙杨的优势 当他打腿的频率加上来之后 整个人就像身后加了一个马达一样 快速的冲向终点 孙杨正在加速 进入到最后的五米 还有两个动作 孙杨出币 获得了冠军 三分42秒92 这个成组比孙杨在之前全国赛当中游出的成绩略快了一些 三分42秒92 还是相当不错的对于这么重的一个比赛负荷 孙杨现在在自己参加的所有单项当中都获得了冠军 在整个亚洲范围内 孙杨的成绩应该是非常稳定 今天的三分42秒多的成绩 也是他在世界比赛当中的一个常规表现 前程江源骑士有的还是非常的快 孙杨实际上今天是从200米过后一点点 逐渐的去加快自己的速度 一开始是加手 最后是加腿 当孙杨真正开始冲起来的时候 在这片泳池当中 他毫无敌手 确实赢下这场比赛非常的开心 昨天在四成二的接力当中 中国队稍微显得有一点点遗憾 孙杨由最后一棒虽然最后冲得很凶 冲得很努力 但毕竟前程稍微 中国队的前程整个的稍微差了一点点 再进入到最后的一棒 当时中国队是差了一秒多 而孙杨的第一个50米之后 是差了两秒还要多一点 来看一下孙杨的夺冠成绩 4分42秒92 获得了冠军 两位日本选手江源骑士和秋野弓箭 获得了第二和第三名 中国的基辛节名列第五 还是对成绩有一个要求 并不只是局限于得到这个冠军 今天的话就是 因为身体情况其实不是很好 然后有一些疲惫 因为连续三天了 只是想尽力做一个好成绩 单一次给我预想的话 差不多就在41到42左右 然后去检验前段时间和训练 然后他告诉我 我是最好最强的 也要告诉世界 我还是依然很有很有很具有威胁情 对他赛前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三天比了六枪 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 这也是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 确实三天下来 我相信我包括我边上的年轻的队员 应该都是很疲惫 因为确实这种综合性的运动会 还是具有着很高的水平 特别这一届压运会 我看到特别是日本 包括其实像马来西亚 约旦等等一些周边的国家 其实对我们的挑战冲击 都是很大 这一届比以往 所以对我们中国运动员的要求体能 和各方面要求会更高 对 星杰 其实你这几天跟杨哥比的 完全是一样 一直在陪伴着杨哥 那点评一下自己这次比赛的一个表现吧 总之来说 这次比赛的表现 我觉得还是稍微 成绩上来说还是差一些 尤其是因为昨天的那个200接力 和今天这个400次成绩下来 我觉得确实跟预想的有一些差距 但是前两天的那个200米单向 和那个200米单向 和那个哪一个项目 然后游起来都是 正常发挥水平 现在对我来说 亚运会嘛 我第一次参加 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锻炼的机会 毕竟 我也不只是只有这一届亚运会 所以 锻炼还是很重要的 觉得 现在终于能休息两天 然后才是最后1500 那么这两天怎么备战这个圈了 这两天先简单的训练一下吧 然后不知道队里会不会让我上接力 我现在不知道 反正等通知吧 然后反正这两天至早可以先好好休息一天 对还是很感谢大家 包括这一次很多喜欢我 包括喜欢我们中国游泳队的 都是不远万里通过 那飞到这里来看 很感谢大家 对 好 谢谢孙杨 谢谢经理&字幕志愿者 加油 谢谢 谢谢 谢谢